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船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菲律宾就确诊今年首宗感染债卡病毒个案 菲律宾卫生部就指出 患者是一名45岁的女人 是来自南部的伊洛伊洛市 过去两星期是没有到过出现债卡疫情的地区 相信很可能是本土感染个案 患者目前是没有怀孕 当局会为她的丈夫进行病毒测试 并且是加强在该地区的防纹以及检纹工作 这宗是自2012年以来 在菲律宾发现的第六宗确诊债卡病例 而新加坡就在确诊多16宗的感染债卡个案 令到确诊的总数是增至了258宗 新增个案当中 其中有11宗与早前发现确诊个案地区是有相关联 虽然持续出现新增个案 不过新加坡卫生部门周一就发表声明指出 由于确诊个案患者病征轻微 所以认为没有需要将疑似感染患者是进行隔离 在杭州举行一连20天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进行了闭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举着了记者会 指会议得到了丰盛的成果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习近平就表示通过G20杭州公报 进一步的是明确了G20合作发展方向目标举措 就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创新包容发展等达到了杭州共识 他指与会者决心为世界经济市指明方向 规划路径维护国际和平落实杭州行动计划 他也指各方同意要开创新增长的方式 不再单纯的靠财政以及货币政策 一致的通过了20国集团创新科技蓝图 推动成果交流以及共享 习近平就表示 会议同意继续的推进国际金融机构份额与投票改革 足部的实现平等投票权 增加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以及相关的发言权 北韩在今日中午12时许 从黄海北到黄州村一带 向东部海域式设设了三枚弹道导弹 疑似是炉洞导弹 飞行的距离约为1000公里 最终是落入了东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南韩联合参谋部部长就指出 北韩在中韩首脑在杭州会谈结束之后 试射导弹 而且9月9日是北韩的国庆节 认为北韩的此次试射是在临近国庆 以及20国集团峰会举行之际进行军事挑衅 炫耀北韩的核导弹能力 而南韩军方正在密切关注北韩的动向 并且是维持万无一失的警戒状态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就表示 已经通过了北京的大使馆渠道 向平壤式提出抗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原定在今日下午首次进行会晤 但杜特尔特在会面前口出恶言 警告奥巴马不要干预菲律宾的扫荡罪犯行动 奥巴马就响应指出 已经指示了幕僚向非方进行了解 现实是否展开具建设性和具成果对话的机制 而最终宣布会面取消 杜特尔特晚上抵达了老挝首都万象 准备出席东盟和东亚峰会 这次是他6月上任以来 首次出席国际会议和进行外访 他原定于下午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首次进行会面并且举行会谈 但就由他自己一手破坏 他启程之前以粗言会议警告奥巴马 不要就他的扫荡犯罪行动多佳的意见 而对于杜特尔特粗言侮辱 当时仍然牲畜中国杭州的奥巴马 时时就做出了相关回应 白宫早前就表示 奥巴马和杜特尔特会谈当中 将会讨论扫荡罪犯行动 以及隐身的人 分析就指出 新当选的老挝国家主席 本阳和政府班子正在树立中国 与越南发展是更加密切关系 奥巴马这次的访问正是和老挝展开新关系的最好时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在周日的地方选举当中是再次的失利 默克尔就认为自己需要负上部分责任 在选举期间正身处杭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默克尔 在回应选举结果时就承认 难民政策主导了这次地方选举 令基民盟在梅克伦堡 也就是前波墨瑞州的地方工作成果 未能反映在选举的结果当中 默克尔就承认要负上部分的责任 但就继续为他的难民政策进行辩护 强调政策基本方向是正确 举行地方选举的梅克伦堡 前波墨瑞州包括了默克尔的选区 所以今次选举结果被视为选民 对他以及他的难民政策的风向标 选举受挫将不利于默克尔 在明年的大选当中是争取连任 关注完了要文再来关注一下 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格外美股假期休市 亚太股市今早窄幅个别发展 横指高开33点 是暴在23,683点 国际指数高开39点 暴在9,869点 亏控平开是暴在59.95元 腾讯昨日创上市新高 今早低开0.2元 暴在210元 新低昨日急升于4% 今早低开0.7% 是暴在116.3 为事前成交是最活跃的股份 美元回软市场对联储局 将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减退 美国8月飞农新增值位是少过预期 市场就认为联储局12月加息的机会率 有大约55% 是降至了略略高于50% 美元指数宅富下跌近0.1% 暴在95.779 而另外 日本央行未有向市场传递明确讯息 将于本月会议落实进一步的放宽政策 令到市场是失望 美元对日元一度跌0.8% 最新是暴在103.44日元 英国上约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大幅升至了扩张水平 英镑对美元是触及了7个星期的高位 最新是暴在1.3304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表示 英国脱离欧盟的前景 令到世界经济时受到压力 英国政府应该在年底前 是启动脱欧谈判 奥朗德是在20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表示 战争气候变化和英国脱欧 是脱累世界经济的因素 他就透露表示 已经向英国首相文翠三表示 英国应该在年底前 是做好与欧盟进行脱欧的谈判准备 而如果有所推迟 英国以及欧洲经济体 都将受到负面的影响 其二时领袖在声明当中就指出 英国公投的结果 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又表示已经做好准备 应对可能带来的经济 以及金融方面的后果 也就希望英国未来能够成为欧盟的密切合作伙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 日本央行不可以以干预会市作为目的 来购买外国的债券 安倍的顾问耶鲁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 洪田洪一早前就表示 日本央行可以考虑透过购买外国债券 来干预日元的会价 安倍在二十国的集团峰会上就表示 根据日本央行的法规 央行是不容许以干预会市为目的 来购买外国的债券 不过安倍就重生 将会在必要的时候 对汇率是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 而前日 日本央行的政策委员会 申委会议员 在接受外电访问时就表示 如果日本央行需要出台更多的宽松政策 可能会选择进一步的调低负利率 因为调低利率的成本是低于扩大买债规模 又指日本央行目前是很难买外国的债券 因为有为二十国集团 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相关协议 日本央行将会于本月的20日至21日 将会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市场就关注日本央行会否进一步的加码宽松措施 内地星期五将会公布上月的通胀率 市场就预期8月份的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1.7% 主要是受到蔬菜价格回落 以及猪肉价格升幅收窄的相关影响 平安证券就预期通胀水平将会回落至1.7% 将会是今年内的最低水平 而国金证券就指出 虽然暑假因素导致了部分服务价格上升 但由于剂量较高令到通胀的升幅时有所收窄 关注完了所有的亚文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道又维持在26摄氏株左右 多云有咒语以及局部地区会有雷暴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